当地时间12月24日,大约8000名来自古巴,海地和洪杜拉斯等国家的非法移民组成了一支大棚车队伍,从墨西哥南部与威地马拉接壤的塔帕丘拉出发,开始向北前往美国。 此次大棚车队伍的规模为2022年6月以来最大,预计到达边境时,人数可能会增长到15000人。墨西哥是很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美国的必经之地。 此前,12月22日,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表示,他将加强遏制非法移民的措施,以帮助美国应对不断涌入边境的非法移民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在近期与奥夫拉多尔会面,以敲定一项新协议。 根据报告,美国边境部门本月18日处理12600名非法移民,创下单日最高纪录。 本月经手的非法移民人数已超过20万人,也可能创下新纪录。 取得一项新的据方移民,创下正广 ge的真相对。 余地设计划算不算品上水。 余地设计划算不算。